接下来中天有没有机会翻盘呢 好啦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立院开议倒数 今年开议呢是2月20号 那现在呢 绿册蛋吗 韩院长左右护法 那不是一 是一还是一呢 我们来看一下 2月20号立院要开议了 然后呢2月29号呢 召委要选举了哦 但是因为你知道立法院 总是会有一些需要 大家冷静的时候 就需要这个防律院乱斗的左右护法 那这些人通常都是比较重量级的 所以大家就在猜 会是他还是他呢 因为邮昊本身他就是海龙蛙兵出身 有两下子有练过 还有立委吴宗宪 因为他的身材呢 体型本来就是很壮 有可能是他们两个吗 好另外呢 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说 将会出席党团会议 以及行政立法政策协调汇报 那现在呢 国民党智库的副执行长林涛认为 现在国会要改革 要强化结合三方平台机制 所以点名协调对接 合适人选 总之现在呢 立院有新的气象了 但是国会改革恐怕还需要一点时间 当中谁来瞧 我们就等着看吧 2月20号马上就开议了 那么现在呢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承诺说 上任之后要到立法院 国情报告 这是他选前自己讲的啊 那在野党就要求采取 急问急答的方式 结果现在呢 绿营开始就护航了 民进党就开始说 这个违宪啊 还提出一个叫做李登辉模式 就是立委全部提问完之后 总统做综合性的回答 但是蓝军就炮轰啊 急问急答方式根本没有违宪啊 只要朝野党团协商 有共识就可以了 春节期间忙着发福带跑行程 赖清德快全台跑透透 面对新国会要开议 赖清德选前承诺 就任后要到立院国情报告 在野党等着他支票兑现 更要求赖清德要急问急答 绝对不能只是单方面的报告而已 一定要包含是回答立法委员的提问 才能真正的回应民意 绿炮轰在野党不能予局予求 更说急问急答是违宪 总统是去报告不是寻答 还说若一定要急问急答 叫蓝营先提修宪 绝对没有违宪的问题 因为宪法里面没有规定的事情 本来就很多啊 这就是要党团之间做协商 民进党他们认为说呢 不能用急问急答的方式 那我们就请教赖清德 过去你说了会到国会里面报告 难道就只是单纯的报告 不愿意去回应民意吗 有立委提出 接受当年李登会实骑在国民大会的方式 接受国大代表综合询问 再综合答复 这模式在野党买不买单 赖清德既然喊出团结 不妨针对问答方式与在野党沟通 尤其赖清德是双少数总统 更应该借这个机会 做一个全民总统 而非拘泥于政党色彩 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都要倾听民意 面对民意的检验 党团会做好最好的一个协商 实际对手侯友宜也喊话赖清德 要倾听民意面对检验 新国会将展开 三党不过半情况下 赖清德的新挑战才正要开始 记者谢宏如李玄 SNG小组台北报导 那急问急答有困难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国民党党团书记长侯孟凯说 他说总招复婚期初二半夜11点 打电话跟我讨论党团的运作 他说这几天跟很多委员也有电话联系 沟通委员会的分配跟开议重要的议题 2月24号到2月26号 东部共事营 那么再来呢 有关于巧新要立志进国防外交委员会 那郭正亮是分析 他觉得呢 进去的几率很高 许晓星特别为了这件事去念了 但将的战略研究所外交国防财政委员会 不是开玩笑的 要很专业 那么同时呢 是否已经开始在 这个算什么呢 是好是意 现在韩国瑜呢 当上了立法院长 立委郭玉琴呢 他说就职典礼有碰到韩国瑜 本人很亲切还一直牵着我的手 我向他自首选举期间 拍了一支广告调侃 结果韩国瑜妙答 没关系啦 我了解选举就是这样 好那跟 针对刚才大家说的 赖清德呢 有没有要进国会接受 急问急答 我就问 有没有这个gots 你敢吗 那绿营现在呢 就呼吁国民党自重啊 他说赖清德 释出善意不代表 蓝营可以予取予求 好那现在呢 被绿营批评说 国民党过度膨胀权力 要不然就提修线啊 等等这些说法都有 立委许智杰则说 他说应该不是要 急问急答 而是统问统答 每一题都要回答 本席赞成 赖准总统到立院 做国情报告 但采取最后 统问统答的方式 毕竟总统和行政官员不同 应有所区隔 不需要采取 急问急答的咨询方式 还有一件事情 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这个是罗志强他发的文 他说根据统计 台湾有八万通气犯 是逍遥法外 而且弃保潜逃 其中包含了诈骗犯罪的很多人 那所以立委 罗志强现在质疑了 弃保潜逃在台湾居然无罪 只有没收你的保险保证金 那这个像不像是付钱付费逃亡呢 他说开议之后 立刻要来执行联署修法 来制定弃保潜逃罪 这才符合人民对于司法的期待 太棒了 终于要有一些大破大力的新改革了 我们来看看他的想法 打击犯罪 台湾需要弃保潜逃罪 在台湾将近有八万位通气犯 那么目前这个逍遥法外 那其中有八千人已经是潜逃出境 那么有一千六百多人 那是涉及诈欺 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台湾诈骗问题越来越严重 因为在台湾今天被侦查认为有犯罪嫌疑 然后被交保的许多的嫌疑人 他们可以选择一个付费逃亡的方式 那就是弃保潜逃 在台湾弃保潜逃是无罪的 所以当然对一些所谓的嫌疑犯来说 他可能他觉得他今天逃亡 不要受到法律制裁 可能对他而言 他觉得是一个更好的安排 于是他就会弃保潜逃 那这个乱象事实上在2017年 蔡英文主持的司法改革会议当中 其实已经做出结论 要台湾来制定弃保潜逃罪 可是过去八年 很可惜民进党执政这八年 这个法案躺在立法院一动都不动 那么对于台湾许多辛苦的司法人员来说的话 好不容易遭到犯罪 结果到最后弃保潜逃 那么事实上并对台湾的治安来说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 那因此我在这个过年期间 已经跟我的幕僚一起来提案 正在严理法案 要来针定 弃保潜逃罪 也就是在过年开工之后 那就会立刻来找 认同的立法委员连肃 希望能够来补强 这个法治的漏洞 把打击弃保潜逃 让这个我们的刑事司法人员 好不容易侦查出的犯罪 犯罪嫌疑人 可以得到司法的审判 甚至司法的制裁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锐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堂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